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前几次视频,我着重谈到了冬季多发的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和保健 但冬季也是心脏突发事件,包括心源性猝死的多发季节 这期视频,我准备结合冬季的特点,再次谈谈心脏病发作与急救 同时也希望大家复习频道内11期12期的相关内容 冬季心脏突发事件的增加,首先因为寒冷的天气会导致血管收缩,血管变载 这可能会增加血压和心脏的复合 再就是可能发生的呼吸道感染增加 呼吸道感染会给心血管带来额外的负担 还有啊,有可能的残血刮冰的体力消耗 对于不经常进行体力活动的人群 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 残血刮冰过程中的劳累可能会引发与心脏相关的事件 我在CCU工作时曾经护理过不少因残血而引发心脏病的病人 更不幸的是啊,有的因为下雪结冰,路况复杂 不能及时的到医院抢救 有的虽然心肺复苏了,但是已出现大脑死亡 心脏突发事件在冬天多发的原因还在于 在冬季,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活动量减少 饮食和生活习惯也因冬季假期而有所改变 过度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 过度饮酒以及睡眠不足导致心血管压力 还有冬季阳光照射减少会导致维生素D的水平降低 而维生素D被认为与心血管健康有关 阳光照射的减少还可能会影响并导致季节性的情感障碍 情绪障碍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间接的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在寒冷的天气下 血液可能会更容易凝结 从而可能增加心脏病等血栓事件的风险 心血管突发事件通常会有一些诱因 例如情绪过度兴奋,过度紧张,还有温差太大 体力过度的加重,使血管静攣,氧气的需求极度增加 典型的心上病发作是突然有心弦区的疼痛 压迫感,伴有左臂放射痛 气短出冷汗或恶心呕吐,头昏疲劳 如果突然出现这些症状 应该立即打911或者当地的急救电话 但往往也有一些不典型的心脏病发作 例如首先出现的不是心前去痛 而是下颌痛,喉咙痛,左肩痛,胃痛,气短出冷汗等 也应该及时寻求医治 不要试图自我指断而失去抢救的黄金时机 电话拨通后,要听从急救人员的指导 不要挂电话 尽快在一个安全保暖的地方休息下来 千万不要再增加心脏的负担 例如刻意的用力 吸气咳嗽,拍打手臂等等 这些动作都会加重心肌的耗氧量和心脏的负担 尽可能的采用平静的鼻呼吸 尽可能争取呼气比吸气的时间延长 这有助于减轻紧张的情绪 如果离对阿斯匹林不过敏 应该尽早使用阿斯匹林非常用片 组绝后吞服 这样可以帮助您吸食血液 降低进一步对心脏损害的风险 如果您硝酸甘油 而且血压不低的情况下 可遵医嘱将一片放在舌下含化 这样可以帮助您扩张血管 增加冠状动脉的循环 如果您没有恶心呕吐 您可以喝一点温水 这样可以帮助您扩张血管和吸食血液 但是不要吃东西 以防影响必要的紧急抢救措施 记住在心脏病发作的期间 每一秒钟都是至关重要的 请不要犹豫寻求医疗救治 也不要忽视警告信号 总的来说 中导年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 冬天需要更加注意保暖 防止呼吸道感染 尽可能避免残血刮冰 这种重体力的消耗 保持良好的运动和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寻找机会更多的晒太阳 维生素D缺乏的朋友 因咨询医生补充足够的维生素D 每天还要注意多喝水 足够的水分能帮助促进血液中的水分的含量 这可以减少血液的粘稠度 还有我们中老年人平时就要准备好一些应急 能够马上提取的急救用品 尤其是我们独居的朋友 包括医生亲友联系的号码 并根据个人情况准备一些急救的药物 例如阿斯匹林 硝酸甘油等等 上面我提到心脏突发事件还包括心原性处死 为了增加对心原性处死急救的成功率 美国心脏协会还提出 在等待救护车到达之前 目击者应该会做警用手进行的心肺复苏 下期视频我准备在本频道内 医疗保健百宝箱的栏目里 争取让大家学会这种方法 那好 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 订阅的时候可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会收到我视频更新的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